不报 15斤猪肝买回来了 价值10万的龙虾配方也有了 就差龙虾了 你上次那的话 都抓不到几个 这次不一样 咱们用猪肝配合咱们的塔雕心井 一次就能抓很多龙虾 你家要做什么 不是被你活活完了吗 那走 看我家的 好 活假 大奔想会跳舞 小猴子会上树里 会翻跟头 好 累得给我这样 小哥 小 发财不等人 以后准时点 你大手去买头盔 这颜色不适合你 带这个 这个要攒两同款 是 巨三根四米长猪子 当匕首 留一米 防插口 别闹 剩下的巨八十公分 大通 好嘞 小猪子 你这动打得不圆 因为我是专业的 哈哈哈 这下动打得够圆吧 哈哈哈 第一个好了 飞开 试一下比你 好 哎 老M快你下转这么飞的 哎 哎 这就是你 上下的绑了 好 小猪子 打几个孔 打多点 洛水快 好 收拾一下 竹竹鸡要在哪 不用回打劫 好 先把盘子打好 夹上去 好 夹 绑上 好 你去装上马带 行的 好 再绑上六根银剑 银剑要绑上面这一条绳子 银剑别掉了 好 来绑到石头 好 六根线 六根卡扣 卡住它 卡扣 放 好 绑上引线 来绑上那个卡扣 好 这个怎么抓龙虾 看着啊 沙包上的线 连着这个感应开关 感应开关 绑着五根绳子 连着竹筒 龙虾进到里面去 就会碰到那个线 龙虾进得越多 这个压力就越大 你看 这么厉害 还是听不懂 先把猪钢放下去 把剩下的安装了 好 吃饱一点 推进去 好 再一个 好 先把猪钢放下去 推下去 好 绑马呗 走了回家 现在就等小龙虾了 走 咱们先去找汤味 吃小龙虾的都要喝酒 藏啤酒也要卖 还有不喝酒了 咱们饮料也要卖 那不是要买冰箱 头子有点大咯 哈哈哈 大咖虾 是 哈哈哈